哈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你们的最新男孩又来啦! 今天是10月7号,也是我们鸭队的生日,那么我又想问你们这些路人,一想到鸭米,你们会想到什么呢? 是火箭上里的队长?还是咪咪眼的?还是被老板PUA的? 今天我就来带你们这些路人认识一下鸭米吧! 鸭米郭颖是1991年10月7日出生于广东清园的一名小女孩 她本来也是像大部分人一样,读大学做工结婚生孩子,但是她读完大学后,却没有照正常人的逻辑,而是去当了舞蹈老师教别人跳舞,还帮李宇春办过舞。 所以她其实是靠舞蹈进的娱乐公司,Rap是后面才学的哦! 过后她又去参加了,中国游戏哈乐学界舞团,才到了我们所熟知的创造101 创造101一出场,就感觉和其他女生不太一样,有点凶,有气场,又小眼睛的,但是出舞台却燃爆全场 一攻二攻也是持续输出,到了二攻后才开始慢慢的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鸭米 她开始跳窄舞 开始三公选择可爱的歌,别人家的小孩 最后才在总决赛逆风的一句看我逆风翻盘,瞬间又回到了出舞台那个, 帅帅帅拽拽拽的鸭米 最后才终于成功第五名出道加入火箭少女101 然后呢,她当队长的过程呢,就是在火箭少女研究所的第四期成员们投票决定的,你们可以去看看 那么她的那些参加创造101之前的生活呢,你们就可以去看横冲子撞鸭米篇 那鸭米呢,也是多才多艺,多次参与创作歌曲 也在火箭少女广州演唱会上,表演了她的原创歌曲《Call Me》 他在团期间也发了几首歌我都很喜欢,比如说《Fly Girl》 他在团期间也发了几首歌 和竹林银虎 和竹林银虎 那这件事他们也在大壮的撒腻篇重提了 然后截散后的争议事件,也就是那个职场PUA事件也上了很多的热搜 据我所知啊,鸭米老板骂她的那个录音她好像是4月多就收到了 就是很早,但是那时呢,还在团时期,他们还在拍解散团中 还在20岁第二季,所以呢,她才没有发出来哭音相爱的心情 她到解散后的7月才发出来 那么她在吃热的我们怪美的那个rap,应该就是用来回应她的老板了吧 虽然那时还没有那个事件 但是我们现在回看怪美的那个rap,好像都是在说美和丑 解散后她也是有在持续不停的出歌 但是都没有什么水花,直到最近的爆裂舞台 才让更多人又看到了这位北漂的小姑娘 最后也希望鸭米越来越好 那你们就听一听她自己做的生日歌吧 Wish You Happy 就用这首歌来做结尾吧 记得分享,订阅,按赞哦 拜拜